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都吃完了 无量姐今天胃口好好哦 一会儿你俩替我走一趟 走一趟 现在知道了幕后黑手的外貌 以及灵力特征 接下来就好办了 通知三到十六号小世界的主理人 让他们半个时辰后 到主界来见我 我要召开作战会议 是 师娘师父都走了 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打起精神来 小白 你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笨蛋了 而是笨蛋里的超级天才 你还是闭嘴吧 不 我确实得打起精神了 笨蛋铁柱公主还灌在牢里 接下来就看我自己了 咱们走吧 小妖 你们师徒俩是遗传的是吧 我还没上车呢 这弯腰城 比我想象中要气派耶 优仪和我说过 这座弯腰城以前 是九尾天湖一族的旧皇宫来的 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这座城 早就被你这样的内鬼渗透成筛子了 你居然 还在意之前的事吗 不过 有内鬼是一回事 你打算怎么联系他们呢 没关系 我有办法 卷肘 这是优仪给我的优化幻蝶卷 是图山市特有的秘法 主要是用来通讯和锁笛 我召唤的是熊蝶 只要感应到磁蝶的灵粉 熊蝶就会飞过去会合 对方也会感应到我的位置 去吧 小兰 帮我找到那些 藏在弯腰城里的铜吧 我说小白啊 这都大半个时辰了 你家那些内应 会不会是睡着了 没看到你上的小瓷蝶 不应该呀 再等等吧 小白 有人来了 不来圣贤 接寂寞 这酒喝着还不错 错了错了 这时下一句应该是 这是我家特有的街头暗号来的 劝君更敬一杯酒 竖着喝完 红着走 秋 秋儿 看到这白白的烟雾我就知道了 风爷爷 好久不见了 风爷爷 秋儿可想你了 秋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个 那是因为 万腿 这里离万腰城太近了 爷爷先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准 什么 你想要潜入万腰城 就铁兽一族的公主 嗯 是的 风爷爷这么厉害 一定有办法送我进城的对吧 不行 这事爷爷不能答应你 啊 为啥子呢 山海白地形这事 本身就十分荒唐 若是当时爷爷在场 绝不可能放任他们 让你以身犯险 秋儿 在爷爷眼里 你的安慰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爷爷我不可能让你潜入城内 就铁兽的 今晚 就到这儿吧 爷爷明天会派族人 送你回秦秋之国 这山海白地形 我看就到此为止了 铁兽公主的事 就交给我们这些大人 风爷爷 白色的 难道是哪单 嗯 这是我不久前凝聚出来的 师娘说 我这个是超级厉害的变异精的 我知道风爷爷在担心我 可是爷爷 秋儿现在已经晋升到林海境了 师娘还说 我不用一周就能突破到林破境 不行 即便如此 你也还只是个孩子 管妖城可是有 爷爷 我还没说完呢 这一路上 师父给我治好了身体 师娘教会我 做任何事之前 都要动脑子 要学会权猴 在月影森林 我帮蓬蓬打跑了 欺负他们的坏蛋狼人族 在镇南城的时候 利用变身戒指 让镇南城的妖族 奉我为上兵 就在前几天 我也明白了什么是战争 秋儿已经不是以前那个 需要大家处处保护的小废物了 我和师娘约定过 要是我来当皇帝 一定会让山海界没有战争 我也答应了铁兽 会帮他们救出笨蛋公主 秋儿已经长大了 想成为比爹爹更厉害的白帝 这不是小孩子的玩笑话 我是认真的 秋儿 怎么样 封爷爷现在 是什么表情 看他一脸欣慰又担心的样子 应该是成功了 接下来 你只要真情实感 摆明自己的立场就可以了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爷爷很欣慰 看来我们家秋儿 是真的长大了 但是啊 爷爷我 封爷爷 我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如果此时此刻在这里的人 不是我 还是爹爹 他会怎么做 陛下 陛下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凶手率领的大军 马上要杀过来 这里不安全 您赶紧 你在说什么话呀 风叔 身为一族老大 自然要与同胞们一起奋战 告诉我 敌人最多的地方在哪儿 我来解决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陛下 好吧 爷爷帮你 这什么东西 很恶心啊 磨练枪法最好的地方 当然就是战场了 拿起你的枪 准备战斗 你跑反了呀 不过来 这次回到没有人 开玩的 这次回到不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